凡尼公主忙得连轴转 连何以杯茶的时间都没有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皇家记者劳伦维尔奇爆料 凡尼公主度过了自己最忙碌的一周 俨然已经达到了极限 自从查尔斯和凯特患癌后 凡尼承担了大部分的公务 也被誉为王室的定海神针 根据外媒分析 凡尼大约要处理三分之一的王室公务 他现在已经73岁高龄 上个月刚刚访问了夏郡海滨小镇 出席多场公务 成为查尔斯国王的左膀右臂 每日电讯报皇家编辑 汉纳弗内斯安妮爆料 她跟安妮公主会面的时候 清晰地感受到忙碌到何种程度 安妮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脚步也根本无法停下来 未来几个月 所有的公务都已经安排好 安妮公主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的团队 无论安妮走到哪里 都能提供精确的服务 确保可以万无一时 据皇家队的一名老队员爆料 安妮公主一周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 永远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最夸张的一点是 安妮公主甚至连喝一杯茶的时间都没有 可见她的行程有多紧张 现在英国王室迎来了严重的健康危机 安妮公主自然一不容辞 作为英国的长公主 安妮的行程注定要被填满 这也是她本人要求的 因此安妮公主的公务数量一直稳居第一 几乎是连轴转的状态 尽管其他王室成员名气更大 人气更高 但是安妮的工作量却是最大的 跟泰国的施林通公主差不多 即使在家办公的时候 安妮也要借贷八位皇家乳品创新奖获的成员 由于安妮公主实在太忙 根本没有时间吃甜点 也没有时间喝一杯茶 根据外媒爆料 安妮公主全力以赴处理公务 以实际行动维护君主制统治 尤其两位和新成员换来后 安妮公主没有一点退缩 尽心尽力为哥哥保驾护号 刚刚结束的温莎授薛仪式 安妮公主连续工作了三个小时 结束后还有其他的行程安排 晚上还参加了宫廷晚宴 庆祝庆祝爱丁宝公爵的英联邦研究会成立 并且还跟现场的嘉宾举行了会谈 根据外媒爆料 当天安妮公主一直忙到深夜 对一个奶奶背的人来讲 的确是个巨大的考验 从周一到周五 安妮公主的行程共计818英里 直接打破了英国王室的结果 事实上现在的安妮公主 已经在行使摄政之权 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君主制统治 查尔斯国王患来后需要养病 威廉也需要照顾生病的妻子 因此重担直接落在了安妮的身上 也许安妮公主实在是过得太累 因此子孙后代都主动放弃王室头衔 不想让他们野走自己的老路 正是因为有安妮遮风避雨 其他王室成员才能岁月静好 也为威廉争取到宝贵的休息时间 即使自己公务繁忙 安妮公主也毫无怨言 愿意为英国王室奉献终身 追随伊丽莎白女王的脚步 看来在安妮的心里 想成为母亲一样的角色 始终将王室利益放在首位 母女俩都在践行自己当年许下的承诺